明天的父亲明海 就是打死你姬叔的人 你晚一点回来 越晚越好 离真相揭晓的那一刻 越久越好 方月 你没事吧 我刚在来的路上 方舟给我发了短信 说你跟爷爷吵架了 我没事 你不用替我操心 房子的事我已经在找了 这几天应该就能找到 工作的事应该也不难 最近工作比较好找 方月 你爷爷他年纪大了 你就别再跟他老人家怄气了 明天 有点事我想问你 你问 你爸爸 也是拳击手吗 你怎么知道的 那 他是不是在澳门参加过比赛 还打死过人 他的必杀绝技是不是死亡之机 我必须要是 我不懂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这跟你和你爷爷吵架有关系吗 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是 是 方雨 你放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被你爸爸打死 就是最疼我的技术 我小时候 身边 也有一个这样的叔叔 这么疼我 所以我不敢在爷爷面前 都可以尽量付给他一天 虽然他陪我的日子不长 但是 只想让我知道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也有人 会这么安慰我 鼓励我 他是不是在澳门参加过比赛 还打死过人 他的必杀绝技是不是死亡之机 是 明天的父亲明海 就是打死你姬叔的人 快 姬叔就是被打死的 被明天的爸爸打死的 是 有没有想到今天去哪里玩 没有 想到今天去哪里玩 没有钱啊 怎么就没钱 你就是想多玩 喂 你装掉人了 好 姐 小心点 楼梯 你先去洗澡吧 我去帮你拿药 不用了 以后我自己弄吧 好 爷爷 你姐她怎么样 她被几个小的没钱了 幸亏当时有警车经过 把那群给抓了 起码才通知我把姐带回来 爷爷 姐的模样你已经瞧见了 难道这就是你所希望见到的吗 方雨 我知道 这个时候不应该打扰你 但是白天看到你这么离开 我真的很担心 我没事 我没事 但是我想 这段时间 我们冷静一下 你先 先 别见面了吧 o 4 3 5 1 3 2 2 5 3 4 5 5 5 诚恶会陪在相片 好的 我知道了 你要保重自己啊 原来你就是我师兄 明海的儿子啊 难怪我每次看到你 都觉得你有些眼熟 一直想要问你这件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想所以也许是师兄 有意把你拖给我照顾 你放心 有陈叔在呢 绝对不会再让你一个人 辛苦了照顾你弟弟妹妹 谢谢陈叔的好意 我还行的 你这倔强的个性 就跟师兄一模一样啊 在我们师兄弟里头 最有出息的就是你罢了 谁知道 你发生那样的事的 干嘛呢 别 别看明天难过 不提了 不提了 那件事情又让它过去 不提了 可不管怎么说啊 你还是得继承你父亲的衣钵 成为一名格斗选手啊 那我这个师叔呢 借我这个义务来栽培你 我看这样子吧 从明天开始 你就每天到我这个拳馆来 我要教你 我们师门里头不传绝技 死亡之机 那 又干嘛啦 我说说什么啦 成叔 我不想学 为什么 虽然我已经能够了解赛场的书颜 谁也不怨谁 但当年 父亲这套拳击 打死了人 害得我们家支离破碎 也让方语 失去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甚至影响了我跟她的感情 是父亲独穿的绝技也好 是了不起的拳击也罢 与其说我不想学她 不如说我还不能原谅她 对不起 我可能稍微有点激动 但我想 这些悲剧到我这里就好 我不想再延续她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师叔就不勉强你了 可是明天 既然你跟方语有缘走在一块 就表示你们的缘分 不是普通的身 或许是老天爷刻意安排 就是希望你们能一起 化解上一代的恩怨